上面那些是我的資料網上 你搜尋兒牧師可以看到我很多影片 很多主題都有 你可以得到屬靈上的幫助 並且我這裡寫的一個 這個不是最新的 我是有Google Drive 我將來傳給你們的告示 在網上有很多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們今天所講的訊息是講到認識和對付罪聖情 我們每一個人 信耶穌重生得救之後 我們有一個新的聖情 我們裡面有一個從神而生的聖情 但同時我們有一個罪聖情 未信主已經有這個罪聖情 信主之後仍然有這個罪聖情 這個罪聖情是永遠不會改好的 但是我們知道它的存在 我們可以處理 而有一點 我一開始就講了 讓大家有深刻印象 有時候有些人會有藉口 他會這樣說 他說 我生出來是容易情緒化的 我容易發怒的 我容易有情慾的 我容易貪心自私的 我很容易受傷害的 有些人會覺得 這個是我很難改變的 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罪聖情的一部分 我們裡面可以說 有兩個個體 我們一個人 但有兩個個體 一個是我們的新聖情 另一個是我們的罪聖情 而這個罪聖情 有一天是會失去的 當我們離世去天堂的時候 就會消失了 這個不是我們的真正的我的一部分 是一個因為人類有罪 而加上去的一個質素 就好像怎樣呢 我形容好像怎樣 好像很多人的浴缸 生了很多菌是很難洗得正的 散不掉的 那些積 我們的生命裡 就是有這個 本來已經有的 不是屬於我們真正自我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罪聖情 我們不要擁有這個部分 不要說 我生出來是這樣 而是說 我其實是不需要受這個情緒影響的 我不需要受這個 很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快脾氣的 這個質素影響的 因為這個質素是外加的 我可以面對可以處理的 就是說 我們裡面 我們可以留意到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新聖情 這個部分是我們永遠擁有的 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永恆都會擁有這個新的聖情 但是同時我們現在擁有一個罪聖情 當我們知道這個罪聖情的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說 我就是經常都這樣生氣的 我經常都這樣生氣的 我經常都容易受傷害 而是我們說 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說 拒絕它 不需要受它的影響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能夠活出神所預備的新聖情 第一個要點就是 基督徒仍然有罪聖情 我們在世上不會完全沒有罪 我們個個都仍然有罪 因為有罪的聖情 一條紅線 上高和下低是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就是 我相信罪的破壞性 這一點是很多人為何仍然犯罪 因為他們覺得 犯罪這個很自然 有時候發脾氣 罵人 有些貪心 有些淫念 個個都有 他就不相信他罪的破壞性 我們要明白一點 耶穌會赦免所有悔改的罪人 但是 罪是有破壞性 我用一個例子 當一個人和一個人破壞關係的時候 你和你的配偶 大發脾氣 之後 你很後悔 但這個關係會不會受傷害呢? 有時候不是一次 有時候每個星期都罵一次 罵下罵下有沒有影響呢? 是一定有影響 一定有破壞性的 或者我們 譬如有人 被情慾影響了 看到漂亮的女生 性感的女生 眼睛睛的 那有沒有破壞他呢? 有的 那些人對他失去信任 這個人 即是沒有人信任他 另外就是 他自己的裡面是不潔淨的 和神的關係都受影響 任何一個罪 其實都一定有破壞性 就算一個偶然的 一次說錯話 這個可以破壞關係 即是我們要明白 罪的破壞性是聖經所說的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更加厲害 在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那裡說 當這個人相信罪的破壞性 當有罪的意念的時候 他馬上靠主處理 那就能夠得勝了 即是說 其實得勝的鑰匙就是 我知道罪的破壞性 一有罪的意念 馬上處理 這個就是鑰匙 我正在生人 我正在生人 我知道不好 因為生人會破壞我自己 不是說他壞 所以我生他 我生他 我生他 我自己都受破壞 於是我立即祈禱 求主赦免 求主給力量 立即處理 這樣就得勝了 得勝的鑰匙 馬上 在內心 立即處理 對他的仇恨 或者任何的不好的意念 好了 下面也有頗多基督徒 是這樣的 是怎樣呢 他輕看罪的破壞性 即是他覺得犯罪不要緊 人人都會犯罪 有罪的意念 就是藉口 他這麼壞 我當然是罵他 這麼美女 當然是望下他 就是藉口 這樣就會繼續被魔鬼偷竊 殺害位 魔鬼是不會流如地的 他會把你完全的破壞 完全的毀壞 當一個人被魔鬼控制的時候 他會完全的把生命破壞 我認識有三個牧師 是個人認識的 兩個是因為犯了奸人 三個都是犯了奸人 兩個就坐牢 一個就沒有抓他坐牢 不過登報紙登了很久 很多人都很知道 這些都是我個人認識的牧師 就是很可惜 就是他們一時的意念 犯下罪不要緊 求主射面就可以了 這樣就被魔鬼留地步了 我們總有罪的聖程 即是我們在世上總有的 在左邊的圖 就是有人大部分被神掌管 即是差不多完全被神掌管 這樣就很快處理罪了 右邊就是有大部分被罪控制的 其實也有頗多嬌圖 那他罪可能是甚麼呢 對神沒有心 對祈禱沒有心 懶惰沒有發揮生命 這些都是破壞他的生命的 而他不覺得緊要 到底哪些基督徒多些呢 在我接觸中我發覺 多些基督徒是被罪控制了 很多人就會說 哎呀我很情緒化的 我很不開心的 有大起大落的 有時沒有力的 這些基督徒是佔很多的 因為他被罪控制 他不知道情緒也是被罪控制 情緒本身是一個人的自然反應 例如你見到有賊人會緊張 這是一個情緒反應 不過你不會經常緊張 例如被罵完 立刻心會有傷害 其實情緒有一個目的 有賊人叫我們保護自己 有被罵完叫我們安慰自己 我受傷害了 但不是永遠都受傷害 很多人是長久受傷害 長久不開心 於是一直被情緒影響 或各種罪的私慾影響 基督徒也可以同時有罪聖誓 比德是耶穌所看重的門徒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耶穌轉過來對比德說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耶穌簡直是說撒旦 不是比德是撒旦 而是他裡面的罪聖情 被撒旦使用 耶穌跟裡面的罪聖情說話 撒旦退我後面去吧 所以我們都可以被罪聖情影響 而耶穌說出他的問題 他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是體貼人的意思 他只是關心耶穌 不想耶穌去釘十字架 但這是違反神的心意 這樣的時候 他也是魔鬼用的方法 去阻擋耶穌 原來我們體貼人 耶穌說出了一句話 他說你愛父母 愛你的妻子 愛你的兒女 過於愛我不能 不配做我的門徒 就是我們愛耶穌 我們愛人 不過愛神是最高的 即是說 如果我們的家人 抵擋我們信耶穌 我們要學習 我們柔和謙卑 跟他們溝通 告訴他們 我一定會堅信耶穌 但我一樣孝順你的 讓他們知道我信耶穌 和孝順是共存的 我不會因為信耶穌 而對你不好 但我一定要聽耶穌的說話 這是需要我們跟他溝通 而不是說 家人叫我不要回教會 我就不回了 家人叫我不要奉獻 我就不奉獻了 這就是給他體貼人的意思 就是魔鬼想我們做的 我的紅色框 就是基督徒可以被魔鬼影響和使用 而聖經說 不要讓魔鬼留地步 不要抵擋魔鬼 好了 保羅也說到他裡面有個罪性情 好像兩個個體一樣 我們一起讀 我又知道在我裡頭 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此事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這個罪就指是罪性情 有些人就說 我的罪性情做不關我事 那我不用負責 但是依然是我負責 因為我容許罪性情掌管我 我容許我裡面的脾氣 容許我裡面的仇恨 看小人 懶惰 影響我 那時候 我也是負責的 我需要負責 我們到審判的時候 不能說 天父 是我罪性情做不關我事 我很想聽你說的 不過我罪性情又不聽話 不關我事 現在我們是要負責的 但我們知道我們裡面有兩個聲音的 所以大家看到下面的圖 新性情和罪性情是對抗的 我們需要立志行善 接著下面21節繼續讀 我覺得有個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 就是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把我老去 叫我負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者 取死的身體呢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就能脫離了 所以我看來 我以內心信服神的律 我欲體卻信服罪的律 這裏 我覺得有個律 這個律 不是律法的律 是規律 我有個規律 那裏有個規律 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有些人說不是 我舉個例子 在我們祈禱的時候 你會不會全心相信 神很愛你 神一定祝福 因為你會說 希望神做 不知道做不做 是有些擔心 我們祈禱會不會同時都會擔心呢 我們幫人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肯信耶穌 心裡有些懵疹 有些想放棄 有些看小他 有些不喜歡他 我們行善的時候 同時有罪的聖情在裏面 我們譬如 講道的人 有時會這樣 哎呀我剛剛講錯了個字 又會留意那些字 或者領敬拜 唱的時候 第一可能看到一些人 有些不是很投入 心裡有些不舒服 還有唱錯那個字 又在心裡 猛地想著唱錯那個字 這些都是人 在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同時會發生的事 其實我們罪的意念 真的是隨時走出來的 是我們需要留意的 所以他有一個規律 我願意為善就惡 我願同在 因為我按照我裡面的意思 這個講到他的新聖情 我是喜歡神的律法 遵從神的律法 但是我覺得肢體中另有一個規律 有一個規律 和我心中的律法交戰 就是 心中的規律 就是我想跟從神的規律 爭戰 把我腦去 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就是原來他裡面有一種力量在對抗 那麼保羅都說我真是苦 那為什麼他都說苦呢 因為他就是說 我不是很像在天堂 一想做行善 我就馬上全部行善 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總有罪的意念出現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的 一日之間有時候都會 唉 真是做人難 真是困難 很多事情很難做得好 我們心中都會有這樣的意念出現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的罪聖情 在這裡經常都爬出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在地上 是不會有一個完全的完美 但是我們追求完美 追求更加聽神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罪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一有罪的意念馬上處理 那麼保羅是否覺得沒有辦法呢 他說誰能夠救我脫離這個取死的身體 令到我可以走向死亡的身體 那就是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我能夠靠耶穌可以脫離 因此 看來我以內心信服神的律 我肉體卻信服罪的律 那是什麼意思呢 是否就是保羅一路信從罪的律呢 意思是這樣的 他的新聖情就會信從神的律 新聖情就會信從神的律 但他的舊聖情 我們的罪聖情 是不會有一天悔改的 我們裡面始終會彈灰心 負面的想法出來 始終會彈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留意 其實基督徒幾成熟都可以一樣犯罪 就好像大衛 他這麼愛神 但他都可以犯奸養 跟著殺人 真的很難以想像的 這就是我們罪聖情在裡面的問題 如果我們給罪聖情掌管的後果是怎樣呢 第一 一起讀一下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 因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就是與神為敵 同時我們敬拜神 我們聽神說 同時跟神正在對抗 我們需要留意這件事 我認識過有些教會 開會是會吵架的 也有些教會裡面 有些基督徒是會困難其他人 就說 我們不能這樣做這些 你們經常都 哇 錢都用光了 這樣就有些聲音 或者有些人會對抗其他人 其實呢 不聽神的話的時候 是會對抗的 或者譬如說 傳道人說 我們去傳呼音 我們去建立靈命 翻心人 有些人就說 我們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這些是傳道人做的 我們做不到的 那就是與神為敵 也都是與教會為敵 與傳道人為敵 我們就會有一種抗拒神的力量 還有嚴重的話 如果一個人繼續犯罪的後果是怎樣呢 我們讀一讀這個經文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奸淫污衛邪蕩 拜偶像邪術仇恨 增敬忌恨老奴 結黨紛爭異端 質道醉酒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憑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哇 後果很嚴重 不能承受神的國 那我就不可以了 裡面有些基督徒都會犯罪 淫煉 污衛 邪情 惡辱 裡面的結黨紛爭 仇恨 爭敬 競爭 還有疾道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疾道 很多人都會有生氣 有仇恨 那是不是不能去天堂呢 意思就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罪 我們是不能去天堂 所以我們一定要悔改 悔而改 求主赦免 悔改 有些人是這樣的 神呀我悔改 我今天罵了人 悔改 明天又罵過 那他只是 說出我知錯 但我沒有去改 悔改 是我悔而改 我知道罪破壞性 罪比癌症更加恐怖 所以我被罪控制 後果是很嚴重的 如果基督徒繼續在罪中 不悔改 是可以落地獄的 好像耶穌很簡單的說話 《馬太福音六章》 你不饒恕人的過範 天父也不饒恕你的過範 我們有沒有不饒恕人呢 很多人都會不饒恕人 有一個真實的見證 在網上都可以看到的 這個就是布永康 在非洲做宣教的那個 已經離世了 他之前曾經一次聚會 有一個非洲牧師作見證 這個非洲牧師是死過 落了地獄 死過落了地獄 但是神給他機會回來 有一個這樣的見證影片 但也有另外的影片 裡面有說到什麼呢 這個牧師的第一名 英文名字是Daniel 他有一個非洲名字 我忘記了 他就說 他去到天堂 很開心 其實有一個光碟曾經出過 我以前買了 他去了天堂 然後天堂就說 我現在帶你去地獄 他在地獄 看到很多人 甚至有些牧師 在地獄 他也看到 因為有時候有些牧師 他 這個世界有些牧師 是相信同性戀都可以的 這個世界有些牧師 是相信聖經 不是全部是神的說話 也有些相信 什麼宗教都可以的 即是有不同的牧師 這是很可惜的現象 即是有些人 他可以說是牧師 或者是基督徒 都可以在地獄裡面 然後天使跟他說 他說 如果你今天離世 你今天的份在這裏 他說 為什麼 我會傳呼音 我救人 我真的會傳呼音 這個天使就跟他說 他說 你離世之前 你太太蓋了你一巴掌 然後你生氣了幾天 然後你撞車死 因為你一直都不饒恕 如果神要追討你 用這句經文 你是天父都不饒恕你 他就很害怕 但是天使說 我給你機會 你現在可以回上去 這樣就回上去 他就告訴別人 那些人 因為每個人都說 我信耶穌 這樣不饒恕人 都沒有所謂 但是聖經說 就是一個罪 我們始終留在這個罪中 我們不悔過的時候 可以不得救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信耶穌得救 一定是信耶穌 永遠是信耶穌得救 但是信耶穌會有果子的 譬如有一個人信耶穌 但是他每天都罵人 每天都傷害人 每天都做一些不好的事 這樣的時候 或者他的生命沒有獻上 在馬帝25章說到 他將那些恩賜埋藏 他沒有願意將他的生命 給神使用 也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主的身上 這樣的時候 他可以進入為魔鬼 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聖經是有清楚地說到 即是一個人生命沒有結果子 他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大家回去看馬帝25章 綿羊山羊的比喻 綿羊是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山羊是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要進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真信耶穌會有生命的改變 我們不是靠這些改變得救 我們永遠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信靠耶穌的生命 神就會提醒我們 提醒我們悔改 聽說遵從神 神會提醒我們 但當一個人始終不悔改的時候 他可以失去救恩 但是 有些人又說了 有基督徒在很多地方聽說 不過他不肯遙說人 那他上不上天堂呢 我不會下一個判語 不過我就告訴別人 你不要知道 明知聖經警告 你仍然去做 有這個危險可以失去救恩 我們不要 輕而說 不遙說是不要緊的 穆斯回來 他就跟那些人說 他亦網上有個影片 說到他怎樣 究竟是死了 有些牧師去為他祈禱 就是在報永康的一個聚會 因為他抬個屍體來 太太抬個屍體來 就不想拿去聚會 因為怕著聚會 那些人害怕 把他抬個屍體去樓下 有一群牧師為他祈禱 跟著他 一聲 開始動 後來他就 真的 復活了 後來他告訴別人 他說天使跟我說 如果我今天死了 我就在地獄 就告訴他 因為他不遙說 那些人每個人馬上去遙說人 有誰沒有遙說 就馬上去遙說 因為很多人沒有認真看神的說話 聖經說了 很多人沒有認真看 這個經文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我希望大家認真看 聖經說了 是就是了 不要輕看聖經 我疾導一下 沒所謂 我仇恨 競爭 我少看一個人 不要緊 其實這些全部都重要 但我們其實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信靠耶穌 你會有聖靈居住 但有些基督徒會一直拒絕聖靈的感動 聖靈說 你遙恕你的丈夫太太 但她不肯 她說她這麼壞 我不肯遙恕 這時候是有危機 我們需要留意 我們裏面這個罪聖情所做的 我們分別 不要讓這個罪聖情掌管我們 聖經說 好了 信若情慾殺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 必從情慾收敗壞 我們的情慾想 我們貪戀世俗 情慾 或者是傷害人 這些 必定收敗壞 以及耶穌說 我們一起讀 你已經傳異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這個醫好三十八年病患的人 醫好之後 耶穌說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犯罪可以帶來魔鬼的破壞生命 第一 他病回來 第二 他可以被赤靈搞要 他的家庭可以破壞 他的名聲可以破壞 其實犯罪是整個人破壞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神啊 我不敢隨便犯罪 因為 犯罪是 必定帶來破壞的 會遭遇得更加厲害 有很多人說 他不處理生命 他浪費生命 都是罪來的 這個英文說 I know I'm wasting my life But I just don't want to change 即是我不想改變 I just want to stop I don't want to stop 我不想停 因為他說 我是這樣的 我不想改變 基督徒 我希望大家都會說 神啊 你幫我改變生命 因為魔鬼來 他會偷竊 殺害毀壞 他會偷你的生命 偷你的生命 偷你的生命的成果 譬如我們帶人信耶穌 有些人 我們聽過這些故事 有人帶人信耶穌 但後來叛倒這個人 後來他的行為不好 叛倒這個人 魔鬼就是偷竊 他的侍奉的果效 譬如有一個侍奉的人 一方面是侍奉的 但另一方面 生命有不好的見證 那些人就會懷疑 為何他又侍奉 為何又會做這樣的事 我們真的需要 留意我們的生命 求主保守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在哪裡最明顯出來 不是回教堂的時候 有時候回教堂都會顯露聖情 在家裡和家人相處的時候 到底我們是否活出神的聖情 因為在家裡是隨意發脾氣 被情慾控制 對家人不專心 好了 我們如何對付罪性情呢 第一 就是處理我們的自我中心 即我們的自我 我們一起讀 這先都讀過了 不過讀在後面那裡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我們很多時候會體貼自己的舒服 我們的心意 有一本書叫做 The Strong Willed Child 一個很固執的小朋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見過 我試過見過 怎樣呢 有爸爸媽媽 因為我不認識的 在車上 有老人家 可能是婆婆 媽媽 那些 小朋友在地上 猜 幾個大人哄她 但她都不聽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種情境 小朋友是要做什麼 其實小朋友從小開始 在乎家人怎樣教養她 如果她經常都做自己的事 如果家人聽完她的話 说这是我家的独子 这个儿子很重要 谁知道还坏了他 他要什么一定给他 这个小朋友长大 一直看贴他自己的心意 他并且要全世界的人都看贴他的心意 我试过一次宣教 看到这样的情景 有一个男人 我相信应该有五十岁左右 我们排队等火车 火车过时 一直都没来 我们一直等 有一个男人在后面走过来 把玻璃门踢 踢碎了 然后他爬过去 走到火车月台 他真的挺不顶 他顶不顶要等 结果后来 有两三个人抓住他 拉他上来 不知道抓到去哪里了 这件事应该报警了 这个五十岁的男人 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呢 因为他从小到大 可能家人都是 任他要什么就给他 所以他只是想自己得到的 这个就是 体贴 人的意思 有些人说 我不会去到这么极端的 但是很多时候 人家跟我说话 我们总不肯听他的意见 这个都是 体贴我自己的意思 总是以自己的舒服 自己要的东西为念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敌党神了 与神为敌 所以我们就留意自己 到底我们以神的心意为念 圣灵感动我们做什么 我们听不听话呢 肯定放手呢 因为执着于我要做我自己的事呢 因为神啊 你叫我做的 我就愿意降伏 给你改变了 而神的恩典 是救我们的 底下的经文 他的恩典救我们的 而且很重要 这个经文也很重要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众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信着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信着圣灵杀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神是轻慢不得的 如果大家有知道 犯法就不能轻看法律 比如说 在法庭 藐视法庭 很大罪的 藐视法庭也这么大罪 藐视神是更大罪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不可以轻慢 同时我们知道 神是充满爱的 当我们听神的话 神是很欢喜 神一定会祝福 但同时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以为神可以轻看神 这是很大的错误 我们同时 爱神 相信神爱我们 同时我们有敬畏神的心 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 收什么 不只是将来天堂上赐 是今生的 你发现爱主的人 他生命真是蒙福的 神真是祝福他的健康 他的力量 他的工作 他的家庭 他的侍奉 所有都祝福 但那些不听神话的人 经常都在痛苦里面 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 信若情欲杀种 亦收敗坏 信若圣灵杀种 必从圣灵收永生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珍惜我的生命 不要 下面有三个图 一个大审判 而有些人 他是信若情欲杀种 他是永远的地獄 但当一个人听神话 在右手边的图 就是在天堂的赏赐 是永远的 你每一样的好行为 为耶稣而做 你真心去祝福人 帮助人 是永远跟着你 永远的祝福来的 是真的很值得、很值得的 神给我的《得性五部曲》 《轻松得性》的书 我今天没有带来 有些人想要我 下次带来的 就是《轻松得性》 我们中间已经有些人有这本书 里面有讲到《得性五部曲》 第一是如何处理罪 第一是留意到 我有罪的意念 我生气人 我不喜欢人 我受情欲 第二 深信他的破坏性 第三 圣经吩咐我怎么做呢 我怎么去处理呢 第四 我们祈祷求神赦免 和给力量给我们 第五 我选择 明明生气的人 我选择不去生气他 明明懒惰 不想去传福音 或者是抗拒 神啊 帮我放手 帮我不要去抗拒 帮我顺服圣灵的感动 这个是需要我们刻意去做的 或者做错事 圣灵提醒我们 我们向他认错 这些很多人不肯做的 有些人一世都不肯认错的 他觉得很低威 尤其是向我的子女认错 向我的配偶认错 有没有搞错 没有可能的 这样的时候 他心里就不肯听神的话 但我们愿意听神的话 神愿意祝福 所以我选择 我做错 我就认错 反而他会得福 也会得到那些人的欢喜 这些五点 希望大家记得 一起和我读红色的字 一起和我读一下 第一 留意 第二 破坏性 第三 圣经观念 第四 祈祷 第五 选择 选择 悔改 和遵从神 憎恨罪 离开罪是很重要的 憎恨罪 如果你知道那些事情不好 明明是对身体不好的 会引致癌症的 你不会跑去 慢慢吸那些废气 你不会跑去 车后面 吸那些废气 你不会做 你知道这些事情不好 同样 我们知道罪不好 我们不会去继续犯罪 我们知道一定有破坏性 我们就求主射灭我们 这个刻意处理 除了我们对付罪 我们要学习建立新圣情 让我们的新圣情强壮 因为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他的新圣情很脆弱 没有力 在灵里没有力 那我们如何建立 第一 《比达后书》一章五节那里讲 这里我们不读 但我们只看那些红色字 他就说 有了信心 加上得行 加上好行为 你不要只信耶稣 我们加上好行为 对人好 关心人 全阳福音 明白圣经各样的东西 建立自己的好行为 有些得行 加上知识 知识 有知识 认识圣经 也认识什么呢 认识人的圣情 我们认识人的罪性 我们就不容易因为人而发生怒 有时觉得人应该好些 世界应该好些 为什么同事这么坏 为什么要配偶这么多问题 因为我们接受不了人有罪性情 我们有知识 人有罪性情 所以人犯罪 我们不过得出奇 我们自己犯罪 我们会给自己很多借口 他这么坏 我当然会生气 这样的时候 一时冲动 就会犯这些罪 我们就给自己的借口 但别人犯罪 我们就未必会跟他说话 我们明白犯罪的人 因为他受伤害很多 所以他容易受伤害人 知识 除了这些知识 其实各方面的知识 好的知识 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譬如认识 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学习 我自己很多东西都会学习的 譬如我们的大脑 是如何受我们的情绪影响 我们的大脑 也可以如何思想改变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睡眠是如何的 在网上我也有说到这些 你看大脑 这个叫做大脑可塑性 我有讲到这些东西 在叶牧师 你会找到的 另外就是 大脑可塑性 可能在其他广告之中 其中之一 我有一个新的 playlist 播放清单 在叶牧师网上 有一个 轻松得性的播放清单 就是把轻松得性 那十点全部讲 分开很多小点 是因为我在一个教会 有一个神学院 那我就把它录上去 大家可以上去看 这个播放清单 就是《轻松得性》 那我在很多方面的知识 我都可以尽量了解 帮助对于事逢 对于生命 对于认识这个世界有帮助 也知道这是末后的日子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要预备 见耶稣 我们要预备 将来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灾难 是越来越多 在这个灾难开始 基督徒会受迫白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说到有不同的灾难 接着他说 那时 你们要被万民恨户 因为耶稣的名 被万民恨户 还有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彼此恨户 就是说到 在这个灾难 他说到 首先就是很多战争、飢荒、瘟疫、妖亂 这个普世变暖 其实已经这些瘟疫 譬如现在这个疫情 几年都不散 因为天气变暖的时候 那些疾病更加麻烦 其实在蝙蝠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过滤性病毒 这些病毒 传给人 但是当然 蝙蝠的菌 传给人 而人们去捉 野生的动物 而不小心的时候 那些病毒 就可以进入人的身体 而那些病毒 如果可以传染 是很严重 现在这个已经这么严重 如果将来再加上其他的病毒 圣经也说到 有瘟疫 是真是世界有的 而且现在已经很多地方是悍灾 很多地方是热死人 是时时发生的 香港因为有冷气 所以没有那么受影响 但是我们也发觉 天气是异常的 这些都是越来越严重 在这个地球 十至四十年之内 圣经有很多关于末世的预言 是会应验的 因为在这个普世变暖 是认到很多预言应验的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事发生 预备好自己 也要学习节制 节制我们用的时间 节制我们的生命 节制我们的说话 比如说忍耐 因为帮助人 侍奉神一定要忍耐 肩敬 敬畏神 还有爱弟兄的心 然后爱众人的心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会建立强壮 但是很多基督徒 对于圣经的知识 不认识多 祈祷又不懂得力 这些就是他的生命 生命不得强壮 好了 我这个图 稍微改了一点 就是刻意 我刻意给神掌管 就更快处理罪 右边的是软弱的 我刻意 靠神帮我脱离罪的性情 就可以一步步脱离罪的性情 其实一定需要刻意 处理罪一定需要刻意 很简单 你被人骂 你第一个反应 会不会说我要遗恕他 有没有人被人骂 被人抢了些东西 被人偷了些钱 然后我第一个要遗恕他 不会的 第一我们的反应 一定是很生气 这是人的罪性的反应 我们的罪性情是自动波的 新性情是需要想过先的 需要刻意处理 才会做的 是好像开车的棍波 是要刻意的 而长时间的祈祷 是会带来神的祝福 我们不读这个经文 撒妹记上十章五节开始 还有下面那里 撒妹记上十九章二十节 是说到 撒妹那群先知门徒 常常赞美神 这样的时候 神的同在很强烈 大家看一看这里 要趁时而做 因为神与你同在 大家看到这里吗 就是说他们常有神的同在 所以当素来一去到他们中间 立刻被神改变 这就是神的同在 当人多亲近神 遵从神 神的同在会带来力量 也侍奉很有果效 自从我经历四年充满 我为很多人祈祷 他们生命改变 我很着重是生命改变 不只是医治 生命的改变 委身 处理生命 和和神建立好的关系 并且被神使用 如何长期被圣年充满 和神有密切关系 第一是对付罪 所有罪都有破坏性 第二是圣经 很喜欢圣经 很喜欢圣经 和应用圣经 第三是相信 我一祈祷神就喜欢 但那些祈祷不是说 神我要多些钱 快点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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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结婚 不只是求这些 而是我求神的心意 神一定会祝福我的 长时间的祷告 第四 多些爱慕神 就算你一路煮饭 搭车 行路 洗澡 一路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好 我听耶稣说 感谢天父 还有渴慕 被圣年充满 渴慕听神的话 渴慕被神使用 处理生命所有的问题 还有按手祈祷 和圣年充满的祈祷会 是有帮助的 而事奉是很重要的 建立我们的新圣城 有经验侍奉 神一定会尊重 一个人愿意侍奉 圣经说 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他 尊重他 一定会大大的祝福 这个Pi 大家有帮助 P 就是代表Pray 和Plan 就是祈祷和计划 我一生有什么需要改变 我就是祈祷和计划 我喜欢骂人 我如何去改变呢 为什么要骂人呢 因为觉得人衰 一定要骂人 有个信念 要骂他才会好 这个信念需要改变 第二就是 我里面有些脾气 我需要如何处理 我学习亲近神 我学习不要看东西 看得那么紧张 我学习这个世界 接受这个世界一定有不完美 所以我不会那么容易发怒 implement 实行出来 I 就是说 我知道我需要处理情绪 我就开始走出来 接着能否走到呢 Evaluate 以评估 我还是会生气 不过少了 感谢主 我如何继续努力 这个就是Pi 大家都喜欢吃苹果Pi 我用这个字提醒我们 计划和计划 要改变 这是需要行动的 是刻意的 有什么需要改变呢 首先我们自己想想 我有什么需要改变 大家想不想到 有什么我需要改变 然后我计划 祈祷 然后我行出来 然后我评估 这样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可以大大被神提升 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直提升 到一个高处 接着我会唱一首诗歌 请你给我拿那个iPad 这首诗歌是我们的姐妹Ivy 她的神赐给她很大恩赐 她作了很多歌 这首歌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很多诗歌 只是说到射罪 但很少说我们如何改变 如何离开罪 这首诗歌就说到 如何恨护罪和离开罪 我和大家一起去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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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改变 神我大恩典 赦免我罪 可定已 徹底 离起众罪 神我大恩典 赦免我罪 可定已 徹底 离起众罪 有刺我身上 行不不悔 让我行走一路 看着祢更生改变 看着祢更生改变 阿里路呀 我们一起闭眼 一起闭着眼睛来到神面前 耶稣 耶稣 我心爱祢 我心爱祢 你可以跟着我唱的 我心爱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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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在我身旁 耶稣在我心中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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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一起 耶稣 会帮我们的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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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旁 耶稣 在我身旁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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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在我身旁 耶稣 耶稣 和我们一起 耶稣 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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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献上所有 献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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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如亲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当我们听耶稣说 耶稣很欢喜 当我们听耶稣说 去尊重祂 神是很欢喜的 去传扬祂 神是很欢喜的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献如心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悔悔 神啊 我要得罪你的地方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洗净我们的罪 叫我们恨护我们的罪 很多人的罪是和什么有关呢 和人有关 如果我们生一个人 不喜欢一个人 看小看小一个人 可否在这一阵 求主帮我们真心悔改 耶稣说 我很难接纳这个人 求耶稣帮助我 因为耶稣说了 不遥恕人的罪 天会也不遥恕我们的过犯 我们就开声 耶稣求祢祝福这个人 看出这个人 其实伤害我们的人 也受过很多伤害 伤害我们的人 他们也受过很多伤害 他们从小到大 不被人骂很多 你说耶稣啊 求祢帮我看出他 其实他的生命有很多痛苦 所以他会伤害我们 求主耶稣帮我 去遥恕祂 祝福祂 心里祝福 神啊 我祝福祂 祢就欢喜了 我们一起开声 神啊 祝福这个人 你说的名字 神啊 帮我祝福这个人 帮我去遥恕祂 帮我看出祂 让我的生命 显出耶稣的柔和谦卑 帮我们去关心祂 做一些好的事 影响祂 有时候可能我们家人 觉得祂很忏气 很沉气 很烦 我们说耶稣帮我们 真心的看出祂 知道祂受过很多伤害 我们祝福祂 反而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神也会祝福我们生命 多谢主耶稣 感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 神啊 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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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靠着耶稣得胜 哈利路亚 靠着耶稣得胜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靠着耶稣得胜 我可以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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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祝福那个人 我可以靠着耶稣 不要胜过我的罪圣情 不要让我的罪圣情控制我 叫我们敏感圣灵的感动 圣灵提醒我们做的事 我们立刻听话 譬如古代 皇帝有旨意下来 人一定要听话 神有旨意下来 我们就听话 因为神比皇帝更加贵重 尊贵 掌管一切 神知道谁听话的 我们说神啊 你帮我 真是听你的话 遵从你的吩咐 多谢天父 感谢耶稣 可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多谢耶稣 更新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多谢主 感谢主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哈利雷亚 求主帮助大家 听耶稣的说话 遵从神 神一定喜悦 五十月钱 全都给你 能记住 一点 微幻 作词 版 人 优优独播 2 2 8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